第十届立委选举今天起一连三天举办公办证件发表会 首场是由第七选区也就是凤山区来登场 这次共有七人出马角逐 不论是寻求连任或是初次参选 蓝绿阵营以及各政党提名候选人都把握机会来端出牛肉 希望利用证件发表会的时间积极争取选民的认同 立法委员公办证件发表会二号起一连三天举行 首先登场的是第七选区凤山区 七位候选人当中就属现任立委许志杰 及国民党现任市议员李亚进竞争最激烈 魏武营这十几年来也是我们一再的监督要求 现在有一个这么丰硕的美国实在杂志评选为 全球百大景点的一个凤山人的骄傲的一个好地方 过去到现在其实已经改变很大 那现在到未来呢还有一些还没完成的 包括朝公军官凤山区还没有完全改变完成 那朝公黄埔尾本阳 红山文化第一名 这些部分还有需要再努力的空间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凤山 也没有人比我对凤山的付出更多 亚进也要帮凤山争取高雄是一座 真的像样的国民运动中心 因为凤山有接近三十万三十六万人口 那跟邻近台南也好或者是屏洞也好 我们的人口真的是比任何各区都还要多的人 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争取到一座真的是比较有规模的国民运动中心 未来我期待我能到立法院去争取中央的资源来寄助 在不会造成市府负担的状况之下来建设我们凤山这个大家庭 除了国民两党候选竞争激烈之外 不论是时代力量的陈慧敏清明党的秦世宴以及五党籍的候选人也都把握住机会 端出牛肉争取凤山地区选民的支持 凤山来讲的话劳动的工作机会很少 那第二个是他的交通方面其实他还没有很完善化 包括是捷运黄线的部分 那此外就是他的多文化的部分 就像是南部的一个国家人权园区也是我希望能够推动 因为我们刚好是有很多叫不怕外省的或者是大臣的 或者是说本省的或者是台湾人的各式各样新著名的一个整个的综合 所以简单来说我是希望说让凤山不只是变成是一个好住的地方 而且它是一个好工作可以从在这里从出生到离开都能够是很幸福的地方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特色我们凤山很多的宫庙很多的美食 还有我们的眷村如何将这些文化能够打包在一起 推展到国际先到外县市推展到国际 让人民其他县市的人愿意到凤山来观光 让观光客知道原来我们凤山还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 所以我当选后我一定会全力的来做观光这一块 并且这也是创造了一个给新年人很好的就业的一个机会 凤山能够风华再现 把以前的凤山大书城 凤山的电影城 还有凤山的客运总站 还有凤山的凤林广场 这四凤凤环潮 为什么呢 我不希望凤山人看电影要去高手 我不希望凤山人shopping要去高手百货公司 我希望凤山该有的都要有 那么真正凤山人了解我们眷村第二代在想什么 这绝对不是成立一个眷村文化园区可以解决的 应该是把凋零的第二代第三代 怎么样办法把这个破碎的记忆 combat结合起来 所以我建议要恢复眷村的爱国歌曲比赛 选战倒数十天 候选人一步一脚印全力冲刺 从政见发表会上各个表现谨慎 生怕一个轻忽大义被对手迎头赶上 影响到最后的选情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